说到娱乐圈里的女神,你当然可以秘密,她取决于我们判断标准,有些人是美观的标准,有些人良好的标签,人们喜欢关注长腿,很多女性都不合大众审美,没了喂,杨腻,疼烟,例如, 一双大长腿很多点,另一个是女神林志玲,说到林志玲,她是千百万人心中的女神,不仅在观众心中,而且在许多明星的心中,如黄渤,林志玲在公众心目中被认为是完美的女神,这显示出她有多深欢迎,林志玲生来就是模特, 她173厘米,得身高让她第一双长腿显得格外修长,林志玲出道这么多年,她除了给大家带来一些优秀的作品外,还有她和颜城市的飞闻,一直牵动着她,两人一直分分合合到现在还不确定,双方对这件事也都漫不惊心, 含糊其词,渐渐的大家都不再谈论这件事了,现在,44岁的林志玲的人生大事真的让人很多操心,所以完美女神不知道谁会落在最后,一个手中,林志玲虽然已经40多岁了,但是气质却像个女孩子,保养得很好, 志玲姐姐的头衔,真的不是浪起的假名,这并不是,最近,林志玲的踢排秀的表现,在往年中,引发了激烈的争论,林志玲的裙子实在是太有魅力了,尤其是裤腿上的袜子,更是让刮裙牌手叫好,她下身穿黑色蕾丝短裤,穿上黑色斗篷的衬衫, 这是化身黑水手月亮,整个人酷得不行,不得不说真是很好,保持皮肤那么白,红,必须没有减少对平时的维护工作,这个倒显博力99分,和林志玲在后台二次被划破,分钟突然有一种感觉,但志玲姐姐似乎习惯了不在乎,十分霸气,看谁看姿势, 舞台经验是非常丰富啊,面对这样的情况,不能乱让人钦佩,虽然明星在舞台上很华丽,但是在私底下却承受着我们普通人无法承受的东西,所以我们很不容易,明星也是,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荣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